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要来这边呢 我看了一下价格 我觉得在洛杉矶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诱人 然后呢同时我叫麦克来带大家一起看看房子 有点像我们这个日常看房了 等麦克打个电话我们聊一下 你还过来看一眼吗还是过来 拍板你也没有看到他在你镜头面前晃吗 没看啊 他一直拿这个拍板在你镜头晃 其实我不是在拍摄 我只是在拍摄 这个我吃的 我跟麦克说说这个房子怎么回事 这新开了一个新盘 米奇一过来就想找一下新的楼盘 这个新楼盘是在东谷 东谷那个是洛杉矶一个最新开发的一个城市 2000几年才开始开发的这个城市 做成耳弯的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先把它做成 所以说他的一个学校也非常好 学校大概都在八分 有个别的小学是九分的 然后这个楼盘的房子的价格是才39万开始 价格非常好 然后我们待会去看一下这个房子 这里面的这个有两个楼盘 一共是每个楼盘有一个四个户型 一个三个户型的 我们先看一下 一共七个 一个七个户型 这个是不是算不算我们看过 洛杉矶最便宜的一个楼盘 对 基本上算是最便宜 而且学区还是好的 好学区的 张开门来走吧 今天第一天去看一下 我们看最贵的还是最便宜的 我们现在从最便宜的开始 行 看完贵的就不想买看便宜的 先看 对对对 这样吧我现在就是目标已经放低了 我就先看看最便宜的 对呀 39万在洛杉矶买这种小的detach condo 这种小的独栋是很难得的 首付的话就十几万了 首付就十几万嘛 首付外国人现在35%的首付 所以就十几万 对这是美国最大的开发商 来两次 对 刚才每次都来的 因为他公司大呀 房子多呀 有实力在开发新楼盘 我们现在看一下样板街 张黄上面 这是最便宜的吧 这是最便宜的不行了 我们现在看的是 三房 好了 这个就是我有可能买得起的 这 OK 这个是不需要这个钥匙 啊 这还谁插钥匙 它将来是自动的 你手机装一个手机里装个APP 你一走进来自动就开了 行了 这个符合我的工作 对就内容 加什么NFC的内容 对哇一进来之后还行啊 对那挑高的 还挺高 旁边这个 2B garage 这是两个 两个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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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393,000 现在是 这个户型可以啊 太漂亮了 我觉得新款就是很好看啊 所以我觉得房子这个 还是需要一个设计师帮你设置一下这个布局的 对 哇 这弄的就很有品味 对 这个是几世纪厅啊 三房2.5位的一个户型 2.5位 三房 对 三个卧槽都在楼上 这会多少钱呢 393,000 我觉得开新房 我也想住新房 也许挺棒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啊 393,000 哇 我们买房间可以等你吗 对啊 跟我联系就行 你可以给我们一些优惠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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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do you think pretty nice yeah the homes we looked at over in Fontana seem to be a little nicer yeah yeah but the money is less less 门坏了 开不了 一看到外面有个特别小的院子 特别小的院子 挺凉快的这儿啊 楼下这个布局呢 还是比较紧凑比较实用的 但我还是依旧像以前一样 特别关注这个睡眠的这个房间 我们就去看看主卧吧 一上完之后有一个小台子 然后这是它的主卧 哇 哇 主卧还可以啊 对啊 比我想象中要大一些 看看浴室 对这是它主卧的卫生间 好 适合两个人用 哇 这个浴缸可以 这个非常可以 对 因为有些主卧它是一个独立的浴缸 有的就小 有的只有这么大 三分钟也不大 但是它这个浴缸很大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设计非常合理 对 然后还有淋浴三次的 嗯 可以 这个主卧非常好 衣包间也可以 里边上这些好产 但是也都用了 哈哈 是 没有我准备的 衣服小时候的 确实漂亮 这个价格里都含这个家具是吧 对 都含 做智能的这个系统 来看看刺过 空调的 嗯 这就是0.5 0.5 0.5 是吧 这就是0.5 0.5的在楼下 0.5是不能淋浴的 明白明白 这是什么 这是洗衣房 哇 这洗衣房挺大的 嗯 洗衣房还有很多储物的空间 哇漂亮 这个不错 你看看这个 这孩子住的 对这是两个 我的话就没孩子的时候 先把它当成工作间 哈哈 那也不可能 不过这个 刚才感觉这个屋子 稍微小了一点点啊 对 这是两个 刚才你去的一锅饰 这是另外一锅饰 这还是比较紧凑的 对 挺好 反正够用了 睡觉的话 30 32.5位 39万 对39万 面积一共是1498 就1500尺 我那会看到 好像有个什么1800多尺 也30多万 有没有可能 不然那个要40出头 40多了 471800 这点大 对 然后这边有一个是1800的是42 你说的是这个 我再看这个吧 嗯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 好 起码大400多尺 对而且只贵了3万块钱 对对对 看看为什么会这样 好给大家看到第一个就是最便宜的屋子 我个人感觉已经非常适用了 对我这种 对空间要求比较高的人 完全适用 但是有一个 我想让麦克带我去下一个就是 贵3万美金 但是却大了400多尺 因为那个400多尺 可能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屋子 它有一个小小缺点 就是 它这个次我 我刚说的这个次我是有点小的 这个 所以如果说我作为一个 一个人独居或者说我想拿工作间出来的话 有可能就要牺牲客厅的面积了 所以这是我不太愿意看到的 这我们刚看的是这个 然后这个我先不看 我们要去找第4个 就是刚才我觉得1800尺还比较大 价格还OK吧 但是在洛杉矶这个位置已经相当OK了 我们去看一下 1800尺 42万的 就是我觉得性价比应该更高一点 对 好 这边按铃 对 你看客厅就判差很多 哇 哇 所以麦克你说的对啊 就是看完大了 搬成小的 还不上 是 是 但是这个其实价格是差不多 就贵了 对 三四万 贵了三万多块钱 一进来客厅呢 已经给我一个特别好的感觉了 起码说前面那个呢 相对于这个我就 我不太会考虑了 对 贵了两万九 学习的说 两万九 一降就高 来我们看看楼上这个卧室我觉得应该更大一点 对 它楼上会更宽敞 比较期待这个 因为论经济实力的话 这个是我极限了 已经完全极限了 而且要把我自己在国内的房子明白一下 哇 一上来这么大一跪 然后正确的就是 包围空间都利用上了 没浪费啊 没浪费 我这电脑桌子可以放这了 对啊 这个挺好的这个 这个跟刚才那个第一间区别大吗 功能上是一样的 这都是三个卧室 是吧 2.5个卫生间 但是它就面积比那个大 所以住起来更宽敞 它那个整体是都大一点点 是吧 对都大一点 所以你要是买来投资呢 就买那个小的就行了 为什么 因为你投资它租金差不了太多 都是三房的 哦 但你要买来自己住呢 当然这个要好一点 只多了两万九千块钱 明白明白 嗯 这个浴缸跟刚才是一样的 嗯 但是这个厕所 这个布局就不一样了 呦 这一帽间 比刚才大多了 大多了 还能走进 哦呦 完了完了 这是不是把 把这面积全放一帽间了 太大了 看来真的是为了享受 对啊 为了住宿 就住的感觉好 自己住这样会很舒服 对 但你投资来说 就没有什么太大比 投资不太好 对 因为投资你少几万十几万 嗯 旁边桌上有个这碗的 这是开灯的 关灯的 这是一种智能的调节 我就特别喜欢有这种 科技的 diferente 银列人 都不在乎 银列人 往路路上 走 走 往路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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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各位,这个屋子呢,就是这个不是主卧,还是次卧,这个次卧呢,跟我刚才看的第一栋呢,相对来讲,大了一圈,而这个一圈呢,给人,就是那种第一反应来讲,是差别很大的,我觉得这个屋子啊,真的是,哪怕大,大几尺, 感觉非常的明显,贼舒服这个,哎呀,心痒痒,哎呀,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但我相信很多其他人呢,看到之后啊, 心情会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这样的场景呢,会经常给我们一种,希望感,心存希望,我真的是拍了很多很多房子了,但每次一进来,总是会感觉特别的,享受,特别的享受。 这个洗衣件也非常的大,这边一个独立的浴室,哎呀,还能洗澡啊,你说说吧,怎么样,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咱用普通人的角度来说, 如果是房子的话,我会选择买,因为我看这个新房,肯定是比旧房好,但是如果看大环境的话,我就觉得我会要等一下,因为我看房的时候,首先看大环境,再看小环境,因为大环境是你没办法改变的,这就是我买房的经验。 这边小环境怎么样,这边因为现在是在开发,它的附近有些牧场啊,有些,有些地啊,显得蛮荒凉,如果作为投资来说,现在是可以在这里投资,因为你不在家住嘛,它肯定是以后的时候这个地方肯定是升值,然后现在的时候性价比也挺好,反正我是蛮喜欢这个房,我也很喜欢,麦克,我们成交吧,我们签合约吧,签个麦生气, 麦克,你今天这么玩不已的,跟着先请吃一顿蒜,没问题,没问题,你想吃什么中午啊,没有,麦克,不用,不用,不是要去敲诈你啊,应该,应该的,没有,我是觉得今天正好跟到米奇的时候,然后过来跟你学学一些经验吧,利志玲,你看为什么好卖的,学区好,便宜,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美国的新房,只要它一开盘的新房,如果学区好, 价钱又不贵,你就大胆的下手买,等到卖到最后一起的,至少涨了四五万块钱,这个是第一期,这就第一期,今天翻开盘,也就是说基本上一年之内就可以涨四五万,对啊,你三十九万的房子一年以后你看绝对是四十五万,我觉得世界,我认为世界,我认为世界,我们家的房子可以拿抵押没有,可以做refinance啊,我不懂,他们已经开始进化投资了, 我用下这个投资,我也来做两套房,现在呢,准备看一点,这个就可能这边比较高端的,最好了吧算,对,我看这个楼阪里面最贵的那套,对,应该也算是五十万最贵的,对,两千一百多尺,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最大了是吧,对对对,我们看一下最便宜的,看一下最贵的,对对对, 然后我女儿会说,我女儿会告诉你看 смотр...好,太太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这里吃凉吃凉!最重要的原因是看凉吃凉吃凉! 你们还有哪些饭?没有什么?其他菜除凉 但是凉吃凉?我觉得没为了我不懂的, давайте由 tires medical to take a look 快一点小弟 用什么以比 yours? 张冰盒 赌kmille 茸巧肠 小巧克力 我们俩其实来这儿是中午没吃饭 跟着他俩就过来了 我俩饿了,那会儿早晨我说 吃点东西吧,然后克里斯直接过来 就偷俩饼干过来了 这是最大的了吧 最大的房子多少钱 50万 然后2000多尺 你确定啊,3 好,这是我们今天看的最大的也是最贵的 有小蝴蝶,是不是蝴蝶又来找他来了 对,他在什么站?我一排米骑他就跑了 哇,看到了 走吧,赶紧脱了 进去我们 进去只有瑞斯可以投资起的 而我只能看一看 看完大的你就不喜欢看小的了 没事,我还是很理智的 很理智,你看一眼就不理智了 看看 好了,我后悔了 这一楼就大很多啊 而且还有一个卧室 就像这个腿脚不好的可以住这儿了 对啊,或者老人或者客房客人来住 对,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对啊 这个就是 这一楼的这个屋子 我突然想到 其实我妈妈腿脚不是特别好 她已经很久没上过楼了 上次上楼的时候那腿真的是 没考虑到这一点 就一楼有一个客房呢 是真的在某些意义上来讲 真的很重要 突然间你发现它很重要的时候 你没有一楼的时候 还有痊愈啊 还有痊愈 这个车户依旧是锁着的 我反正这几套有一个共同的缺点 就是院子小点 对,院子都很小 院子很小 现在新房都是这样 我去 我可以看一下 院子大的就是你上次去的那个 房子那个当时多少钱 我忘了 五十三四万 最贵的五十六万吧 就比较贵一点点 对 但是它院子很大 院子大 我再仔细再揣摩一下 我先偷偷上来看一眼吧 等麦克上来之前 我先自己体会一下 不要受它任何影响 一上来我就 这才是合理的设计嘛 一上来二楼往这一坐 一个小客厅 脚这么一 一翘 搭搭游戏机 玩玩电脑 哎呦我的妈 太舒服了 对,这个太棒了 看主播吧 我们迫不及待了 主播在这 哇,明显大海一圈啊 对,而且你看它的卫生间 这是主播吗 哇靠 这个好大啊这个 对 这个卫生间巨大 然后这个浴缸好像比那个好多了 这个 通水了 中间还有一个 哇这个 这个好多了这个 你看这地板 所以这个开发商呢 真的是 太有头脑了 为什么这么讲 就 可能每次贵那么一点点 给你的感觉就是截然不同的 但这个东西你看 39万嘛 看到42万 这个50万又贵8万 但是一贵8万的话 一楼有一个这个屋子 可以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 然后二楼呢 有一个小客厅 这个又特别吸引一些就是年轻人 可以有的时候 不想楼上楼下老跑 就像说看电视老往楼下跑受不了 所以这个有解决了一个问题 房屋的结构是越来越现代 越来越适合心性的这种人的生活 所以开发商很牛逼 我只能这么说 因为几乎我看到每一个我都想买一下 赏道 你看看刺过去 哇这刺过也大 哇这个真是 不好意思 没有 嘿嘿 哎呀这换了 是吗 哇 这个屋子跟这个屋子是相通的 厕所 这两个屋子合在一起 应该是一间 两间 然后一个主卧 但是这间屋子 真的是特别适合做这个工作室 因为它面积是足够大的 可以看到 真的很大 然后阳光呢是非常 非常好的 看这个朝向 照进来之后 正好往这放个桌子什么 然后这也是主卧 三个 然后这边 呀还有第二个 这个走进室的衣服 这是第二个 哦对 这样同时是洗衣间 这个洗衣间也是 所有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 非常棒 哎呀这天有点热呀 是 罗兰基的中国还是很热 麦克问你啊 咱这个拍房子已经一起拍了有 七八次了吧 差不多 有没有人家里 然后还说就询问点房子这个事的 特别多 就是这个视频 就是播了以后吧 好多人对这个美国的房子都特别感兴趣 他就没有什么问题 有他们对这个美国买房子 就是一些最基本的理念 基本的这个环节都不太熟悉 因为咱们只介绍房子嘛 然后很多人就问了一些很基本的问题 比如说 这个每个人都要重复问一遍 对每个人都要重复问 就一遍一遍的 然后他问 今天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同时呢我也了解一下 比如说他们问问的最多的什么问题 怎么买 问最多的几个问题啊 咱们分几个面 第一呢他就问买房的资格 就是我拿 资格 对我拿中国护照 我没有美国的绿卡 也没有美国的公民 也没有什么的身份 我能不能在美国买房子 能吗 能啊 这肯定的 美国没有限购 也没有对房子有任何的要求 但是加拿大有 对加拿大 一非省市有 20% 对外国人有些外国人税 美国 美国还没有 因为他这个 疑似同仁嘛 就在买房这个环节上 美国本地人和外国人买房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不论从这个这个流程啊 税费啊 和这个资格上 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资格咱就知道都能买 对 然后呢 对然后 第二个问题他们就问 咱美国买房能办移民吗 说我不能办移民 因为我买了房子在那不能住 这我觉得很多人 很多人会以这个为噱头是吧 对因为很多欧洲的那些 有的人是在欧洲买个房子 有时候送一个居住的一个居住权 或者一个所谓欧洲的绿卡 美国都没有这个 美国买房和这个绿卡或者这个移民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我要这边提醒一下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过很多消息 有人说买房子送移民都是骗人的 对吧 都是骗人的 很多人就是为了推这个 对 那如果遇到什么美国什么买房送移民 千万不要信 对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就是 我看他们在这个在买房移民 他都一块做 你知道吗 这个应该是很正常 你如果买一房子在这又不住 是吧 你一年来半年你买房子干嘛 对但是很多人就说 我很多人孩子在这边上学 有的是已经办了移民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买的房就是投资的 就是把房放在美国这 作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项目 对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比较多 但是这里再次澄清啊 在美国买房是不能移民的 跟移民没有一点关系的 诚信经济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跟 是啊 对我比较推荐麦克给大家 还有吗 还有啊 还有第三个问题 很多人就问的是 哎呀我在美国买房我能直接付人民币吗 我就把人民币付给你们国内的公司 然后你就直接在美国帮我买房 诶 不那可能吗 不可能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对这首先来说 在国内有很多公司是这么干的 但是呢 第一风险特别大 容易出这种欺诈行为 因为美国的买房流程啊 它经过了这个200年啊 非常的完善 保证了任何的这个欺诈的行为 它通过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监管机构 钱都记在监管账户里面 明白对 然后再办这个国库手续 就是开发商 房子没交给客户之前 你也拿不到钱 客户交到钱之后 我房子没到手 你也不能拿钱 它是同一天完成的 就是说这一天划款 就是美国呢 是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监管机构 叫ASCO 对 然后呢 你买家是把钱打到这个ASCO里面 然后呢 ASCO是由政府监管的 他那个账户也是监管账户 不能乱动的 然后呢 那个最后一天 完成房产交易的时候 开发商要把这个房子 去政府办过户 就把这个名字 从开发商的名字上 换成你的名字 比如换成王坤的名字 换完王坤的名字的同时 这个钱才能 才能拿到手 他在一天之内 就把这个完成了 对 这方式就是保障了 保障的安全 而国内呢 有一些公司 就是我知道的 就在8月10几号 8月19号 上个月 刚处理个特别大的事 国内一家公司 据我知道的是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 他卷走了客户 一个亿的美金 一共是132套房子的钱 整个公司就跑路了 老板就跑路了 也不好抓 是吧 他就消失了 跑到国外去了 然后他就说 他当时打出的条件来 就是说 在国外买房子 只收人民币 但这对买家来说 是有巨大的风险的 你给了他人民币 这种房子还不是你的 房子根本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这么想啊 我知道这肯定是只接收美金吧 基本上是这样吧 只收美金 所以他收人民币 他搞不好他通过一种手段 换成美金 他通过那种各种不法的渠道 对 但他这种 我觉得他就 从理论上来说 可能不会帮你办这个事 因为他要经过太大的风险 还不如直接捡走得了 对 他有时候可能办 但是现在这个外汇管制又很难嘛 他可能容易触犯法律 可能他也不好办 对 你要说到这个外汇管制 我就想说 比如说我想买个30万的 但每年只能 会出来5万嘛 我觉得花个三四年嘛 对吧 是 所以这个 所以大家如果说 我觉得啊 我还没有问题 就是如果说你想在美国投资 或者购买一套自己的房子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 做一个特别长期的规划 你要长期 就很早时间就想好 对 这里分两种情况 就是说第一个呢 就是我全款买 就我不贷款 不贷款的话呢 你的钱呢 就不一定会得到美国 你只要在香港啊 在什么日本呢 在欧洲啊 在哪个境外账户都可以 最后你付 对 然后你最后付款的时候 一笔就汇到那个监管账户里头去 为什么要在境外账户呢 因为在国内的话 你人民币 汇款的话 个人是不能汇到海外的公司里面去的 个人账户不能汇到公司账户去 而国外交易是一定要通过一个公司来交易的 就是这个监管 所以说你这个钱是汇不到这个监管公司 你也办不成 但是你要是通过香港或者其他的这个境外账户 就可以直接把钱汇出去 但只限于全款买房 如果你是贷款 你必须要在美国有一个账户 哦呦这个还挺挺苦的 对而且你必须得在美国本人过来开这个账户 开完账户之后才能买 就是最主要的 所以那那你这么说 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的人想在这边买房子 他这个复杂吗 你觉得就是综合下来 呃综合下来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所以现在最难的地方就是这个资金怎么能转到回来的 你有这方法 呃现在我我们一般建议都是采取合法的 对没合法的 这完全不合法 对啊 有没有什么合法的方式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汇一些 然后通过自己的职系亲属才帮你汇一些 比如说你的先生啊太太啊父母啊帮你汇一些 对其实像今天我们这个新开的楼盘 如果大家是想买那种比较 就是想自己住啊 十几万嘛 十几万其实差不多了 对啊 找个爸爸妈妈 自己汇五万 然后这个自己的配偶帮你汇五万 然后父母或者再帮你汇上五万 基本上这个就够了 这房子就拿下了 对对对 拿下之后就是像你说的一年之内就可能会涨 对他这个美国新房呢 他说他是分很多期开 比如说他有两百套房子吧 他大概可能要分十几期来开 一期就开个七八套这样子来看 对然后他每次呢 他他新房开盘的第一期是最便宜的 因为他如果开高的话 他如果后面降价这房子就卖不掉了 所以他第一期他为了试水 他的价格总是定的比市场价偏低 他让很多人来买 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那种市场氛围 然后这个房价呢就越买越高 然后他第二期开的时候就比第一期 比如说高一点 比如贵两千或者三千块钱 那你也不会觉得贵多少 然后他到第三期呢 他又贵了两三千块钱 就很烦了 等你十几期过去之后 他就贵了四五万块钱 哇气 四万块钱就有了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销售策略 所以每次跟你拍的时候 一看开盘的时候 刚来的时候就很兴奋 走的时候有点遗憾 总是这个最好的时机下不了手 所以这次你要考虑好 得着机会 可以 以后每次开新盘 我就告诉你 新盘你就有机会就拿下一套 对有新盘的话 我也会在镜头当中告诉你 如果为了关注这个啊 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买房 就找他吧 一如既往吧 真的是 家里有多少人啊 这空气非常的新鲜 鲜 好了 先这么着吧 该吃饭 吃点东西 吃东西吧就是 饿坏了 十二点 差不多了 小家里 太厉害了